大家好 我是小强 在昨天亚裕赛首战日本南篮的比赛中 中国南篮以66比57轻取对手 取得开门红 整场比赛赵继伟虽然砍下6分4篮板7助攻的全面数据 但在进攻端 他似乎还是受到CBA总决赛的梦魇 出手犹豫不决 在一次进攻回合中 他在罚球线附近半米没人的情况下 最终选择把球传给外线 结果一投手打铁告终 而在一次三分线外晃飞防守人之后 他同样没有出手 结果传给内线的球员又是不进 作为目前这支中国南篮的老资格 赵继伟这样犹豫不果断的投篮 选择真的是很不应该 现年26岁的赵继伟 早在13年便升入了辽兰一队 不过在当时后场人手 拥有郭爱伦 杨明 刘志轩等人的情况下 初出茅庐的他也只得在板凳席上 充当一名看客 虽然在国庆时期是球队后场的绝对大腿 不过此番来到更高级别的职业联赛 赵继伟就必须要做好经受挫折的准备 结果第二年赵继伟的上场时间非但没有增长 反而比赛鸟赛季减少了3.1分钟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能够保持和之前一个赛季相差无几的 2.3分0.8 篮板1.3助攻0.8抢断 赛鸟赛季场军 2.4分0.9篮板 1助攻0.4抢断 可凭借这样不堪入目的数据 赵继伟竟然受到了时任中国南篮主帅 龚鲁明的青睐 15年他第一次接到国家一线队的征兆 同时也是当时那支国家集训队年龄最小的一名球员 同年9月份赵继伟跟随国家队一同出征了家门口的长沙亚锦赛 而那届赛事赵继伟场军拿下4.7分2.8助攻 助攻排在全队第二位这次亚锦赛 也是赵继伟首次入选国家队并以主力球员身份参赛 帮助球队时隔4年重夺亚锦赛冠军 回到联赛正准备一盏宏图的他 却遭遇奸伤困扰 赛季直接报销 经过长达一年的康复 赵继伟才得以重返赛场 而这次的回归也让赵继伟开始受到主帅郭世强的重用 16-17赛季 他的上场时间窜升到25.6分钟 场均砍下8.8分 3.9篮板4.1 主攻1.6抢断 三分球命中率高达39% 逐渐成为了球队除郭爱伦之外最为稳定的空位 又一次在赵继伟职业生涯就此迎来上升期的情况下 上天又给这个小个空位来了一个大大的考验 18年当时准备随中国南篮出征雅加达亚运会的他 在一次队内训练中遭遇左脚鼓掠 不仅让他错过了此次世界大赛 也影响到了他的联赛备战 结果那个赛季他直到赛季末尾才迎来复出 不过并不愿意向上天妥协的赵继伟继续破茧而出 经过这两年的历练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 赵继伟一举打出生涯代表作 整个常规赛 他出战51场 在30.7分钟的上场时间里 场均拿下生涯最高的13.9分 3.1篮板6.2 助攻2.9抢断 三分球命中率高达39.4% 赵继伟在常规赛的经验 让辽兰一度看到了夺得队史第二贯的希望 结果在关键的总决赛 赵继伟彻底迷失 原本在常规赛的果断出手 在最后的决战舞台中消失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犹豫不决 三场总决赛下来 虽然送出了16次助攻 但得分却只有16分入账 三分线外合计十四中二 完全不像是在常规赛期间 那个游刃有余的安山保罗 其实中国南篮这么多年来 一直就缺乏一个像刘伟那样能攻能传的后卫 郭艾伦进攻端倒是不错 但组织串联只要一上头便时常忽略队友 原本觉得赵继伟是一个极佳的人选 可如今在首战日本南篮的比赛中 他似乎还是难以克服那个总决赛的心魔 如果他还不能找回那种自信 果断地选择出手 增加自己在进攻端的侵略性 那么赵继伟的职业生涯可能就只能如此了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 再见